請坐 請坐 各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生的伴 叫梁華 我的生日 我跟你說你就好記 我住在水邊的環 因為我平不足 我的祖先人 如果很要清潔 也需要用水來 灌溉這些農作物 洗人洗菜 如果躲在水邊 是不是比較方便 今天我來講的這個題目 是農場管理和健康 我大概有 這十幾個 這個項目來講 我們一個一個 我們多少來探討 你看看 這個農業 蓋水 是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沒有水 就定義沒有農業 那麼 那麼 水它又太多 也有很多問題 所以它又 蓋水透保持 也要我們大家要去注重 因為 這幾年來 專區 亂發的問題 作成 氣候 極端化 好 有時候一次下 像八八豐災 三天裡面 自己下 2000mm 那麼 我們台灣 一年 平均的 港無量 差不多 2160mm 三天 做一次下 然後 再來就沒有 在我便當那裡 就沒有路了 好 那麼所以 八八豐災 會做成那裡 大的 上海 生死 就是因為 極端氣候 那麼 我們現在 都在推廣 做一些美化的 這個花壇 好 就是 靜灰 好 那麼 因為農產品 價值不賣 很多人都費工 所以用這個方式 我如果算 美化 這個 我們的田野 但是 以前 以前我爸爸 他們那一代的人 如果看到雜草 都想說 要 去之而後快 他們都會說 想說 他會吃我們 農作物的 沖肥就對了 齁 所以都 用 豬頭 都拆掉 不然 有三趟這個開始後 哇 吃了啦 三趟這個噴的 農場死了之後 那如果來 漏了 一些標土 都要 接 水了 一些好的土 就流失 啊 那如果沒有好的土壤 就沒辦法做好的 這個 這個 農作物出來 那麼你注意看 這個是爸爸放在我 那後 這一粒一粒白白 齁 都放山去了 這個是 然後 藍大五山 這家 齁 這幾個 八條 齁 你看 所有的那些 土壤流流流流 這幾個 整個高邊茄 都淤積 一些 一些 那個 大的 那個 漂流木 漂到麻糬 齁 這就是 因為 剛好 地盪了 這個 八八峰才的 火龍太大了 齁 那麼 這個 你看 柱子 如果在山上 原地 它的根子 這樣 齁 十幾米 齁 啊 這剛才那個所在有 蟲蟲 所以剛才有什麼 你看 這個 柱子對水土保持 非常非常重要 齁非常重要 齁 非常重要 把 標土 包括 生土裡面的 都 給它 把持住 齁 那麼 講到以色列的 水資源管理 因為今天有一些 原住民的兄弟齁 我就會用北京話 來跟他們溝通 這樣 以色列 它是一個 沙漠的國家 它年降於 一年才 200mm 差不多台灣的 十一分之一 那他們缺水很嚴重 所以他們 就靠 加利利湖 供應 65%的 這個用水 民生用水 或者工業用水 那其他的要怎麼辦 有缺35% 然後他們用 海水淡化技術 提供了25% 然後剩下10% 他是用 廢水回收 齁 這個很值得我們借進 雖然我們台灣 一年降雨量有 2160mm 但是聯合國 說我們是全世界排名 第18的缺水的國家 因為我們的河流短 所以下大雨很快 山上的水就流到海裡去了 來不及吸收 然後滲透到地下水層 而且現在我們 標土 覆蓋力沒有那麼多的綠色地背植物把它覆蓋 所以很多標土也跟著流失 那以色列他們 為了生存 為了水 他發展了高科技的這些 自動灌溉 還有海水淡化技術 他的海水淡化技術是 全世界排名 數一數二 那麼他們也發明自動灌溉 來省水 來做農作物的生產 這個是滴灌系統 你這個植物他要 一天要喝多少水 他用電腦設定好 就不定時間滴給他喝 然後旁邊沒有水的地方 就不會長草 你也不用去除草 就省工省力 你也不會去用那個除草劑再去除草 那個除草劑也是很毒的 那 以前蔣介石來台灣 時候就叫我們訪工大陸 要多講 以前都還會講說 占倍量 現在很少人在講占倍量 我們台灣目前 我們食物的這個自給率 才32%到34% 其他的要靠進口 那麼我們台灣海島旁邊 有一個流氓國家叫中國 一 一直想要把我們 聽這麼多 所以 我們還有唯一意識 也在我們的海狄 我們台灣如果被封鎖 那我們一天大概只能吃三分之一 分量的食物而已 那可能台灣人就自己內亂了 不用打你 不用做飛彈打 我們為了搶糧子就自槍殘殺 所以我們要 等一下有一些什麼 農地廢耕這個 我不以為然 因為 以前以中國的歷史來講 每一次改朝換代 就是飢荒 這跟糧子有關係 吃不飽他就跟你拼 好 就是你瞌睡啦 或者是 那個 正好是有 荒災 荒災 沒有糧食吃 他們就變成盜匪 所以 農民變盜匪 又跟你反政府 OK 好 現在 比較高科技的是 把農地廢耕 來種電 等戰爭的時候 這個可以拆下來吃嗎 沒有糧食的時候 可以拆下來吃嗎 不可能 然後 因為 現在農產品很多就是 進口貨 尤其大陸 中國走私進來的 我們的海關 我們的那個 海巡署 都沒有 真正的在抓這些 這個走私的 船隻 所以變成很多農產品 打擊到我們 本土的農業 造成 我們農人 我越種 種越多虧越多 那我不要種好了 乾脆休耕 還可以領不住 OK 還有 我們在山上砍樹 然後在平地 好的農地在造林 這有過諷刺 這個都是 以後 我認為我們要改正的地方 山地 我們就好好讓 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他們的好好管理 不要讓 平地的一些 所謂的漢人 上去那邊 亂開墾 種什麼高山的蔬果 破壞山上的那個水土 保持 土壽留下來 是我們老百姓要遭殃 還有這個 農業 現在的農業 已經進化 也可以說 說進化也是 但是也是 污染化 看這個農田 稻田 三個人在噴 用動力的 那個噴霧 那個霧顯器 風一飄 他們都沒有防護啊 這無敵鐵金剛啊 為什麼我們現在 越蓋越多 而且還都是爆滿 他們直接吃 我們是吃稻米 也吃啊 也會吃到 因為多少會有一些殘留 而且很多 農民沒有按照這個 那個農藥規定的 那個 只用前幾天 的採索期 那個安全採索期 所以 台灣齁我們 每一個人平均一年 用掉九公升的農藥 這排名大概只輸中國 這個不是很好的記錄 而且 我們農民去 農藥商那邊買農藥 說要噴 那個農藥商他本身 有的沒有 專業 他就 你一種病照獎 就是一個藥物來克制他 他不是 他派了三四種 四五種 就像那個散彈槍打鳥一樣 那變成本來是 只有1 那他派三四個那個藥的時候 變成我們吃的倍數就增加了 因為他也要你比較多種 那個農藥商才有錢賺 所以我們現在環境荷爾蒙很多 為什麼大家都生病 醫院越蓋越多也沒有 都是爆滿哈 好 這是一顆橘子 一般橘子 上個禮拜 朋友送我三顆橘子 我隔了 第三天吃 已經有一顆 開始爛掉了 可是這一顆 擺了一個月 像我不會記得吃 放在這裡說 我現在 夭壽我一塊月怎麼不壞 這個橘子我就不敢吃了 這個放很毒的藥 連續近 連那個蟲都不敢吃 微生物都沒有辦法把它分解 這個 以前我最喜歡吃荔枝 結果有一個人 我朋友的農場 他租給嘉義的人去承包 在採收的前一天 他還在噴藥 所以那個 我最愛吃的荔枝 我現在就不敢 再吃了 所以 我對有機的 如果朋友說他這個是有機的 那我就很希望跟他買 來團購這樣 那我們都市跟農村 的城鄉差距很大 這是在我們農村拍的 很漂亮的別墅 這都是都市 高雄市的人 他在鄉下買一塊地 當作他的度假的地方 不要以為看到這個農村 這很漂亮 農民生活很好 錯的 那個不好看的農村的那些破敗景象 我就沒有拍上去 那我們來講 為什麼 中華民國聯邦政府軍政府 他有辦法 把我們台灣人壓得死死的 我們來檢討一下 第一個 他利用有計畫的228事件 來屠殺 我們日本 在50年來 所訓練出來的精英 兩三萬人 有計畫的列民當屠殺掉了 那些人 都是領導 可以當領導 那第二個 他搞垮我們的經濟 那時候把台灣的 糖 鹽 一些食物 米糧 通通送到中國大陸去 跟他們 國共內戰 去支援他們的國共內戰 所以變成台灣 400年來第一次有飢荒 就是很多人 我爸爸他們都吃了很多 而且 用 到1949年 用 4萬塊換一塊錢 把台灣人 有錢人 都變成 貧窮了 變成四萬 四萬分之一 然後用什麼庚者有齊田 三七五捡住這個 把大地主變小地主 大地主本來 也是地方的師生 地方的頭人 領導 他如果要反政府 他有錢 可以 請大家 你要反抗政府 你至少要讓 陪同你的人 要有飯吃啊 沒有大地主 變這個大地主 變小地主 他就沒錢 沒錢就沒力了 沒有辦法反政府 好 剩下的 沒有直接證據的 就用白色孔來壓制你 你如果講錯話 講 不合國民黨聽的 就抓去 關在立島 這些政治犯就是這樣子 好 用這樣 連續壓制台灣人的思想 而且他用教育 把我們日本的台灣人 都教育成 中國的台灣人 以前的我記得 我們的作業部 後面翻過來 都要寫個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那這60幾年來 媒體都是 他們90%以上 他們在掌控 所以變成 他有 對 所有的歷史事件 有解釋權 變成 他要把白的說成黑的 都隨便他說了 把謊話說一百遍 就變成真的 那變成我們都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所以為什麼 2008年 馬英九會當選 大贏200多萬票 而且是假的民主選舉 媒體他也佔90%以上 他又有黨產 又可以 拿公家的錢 做自助性的行銷 變成 選舉的起跑點 就不一樣了 還有單離選舉兩派子 這些都是 假的民主選舉 所以我們 民政府就是 抵制這一次選舉 就是說 我們不陪他玩這個 不公平的選舉 這是四萬塊 有歡迎一塊的 資料 好 我們來講 這些都是外來種 這些都很好 對我們糧食生產 或者我們生活的享受 都很有關係 這個芭樂 是 這叫蕃茄 這個叫蕃茄 這叫蕃茄 外來都蕃就對了 這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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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蕃茄 這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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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十九年 因為從中國 當我們來台灣 那是蕃茄 對不對 這外來的嘛 要記住 要說蕃茄 他說我們 我原住民 我是拼不住 那個馬卡道族 他說要說 要證明他們是蕃 我會是主老 我們都是主人 他們才是蕃 可是那個蕃又壞了 這個都是好的 就只有第十二項那個壞的 好 那我來介紹 一些綠美化的植物 果樹 樹葡萄 這樹葡萄很好管理 我種了二十九年 都不用噴料 你給他種一排 他就乖乖的 就長得很整齊 看錯了 而且他發新葉的時候很亮麗 清脆 這個是挖起來要準備 拿去賣的 他現在樹葡萄有兩個品系 一個是小顆的 現在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小的 這個是大顆 你看連種子就大小差很多 三倍大 這是他開發的時候 他都是 他是稀有的幹生狗 他是桃金良科 他跟鳥巴辣跟蓮霧是同科的 那個水分太多 或者蛋肥放太多就不會開發 這個我們 只要中秋節過後 都不給他澆水 到春天 現在 上個禮拜開始開發了 你注意看 你這個是 放大 你如果給他放大就是 那個臉部會灰 他比較小 可是他的花很香 我二十九年開始種 大概 第九年我回去看的時候 欸我想說 地上 我們沒有會養羊 怎麼都是羊 大便 咦 再走過去 欸樹上也有 有誰不知道 我摘起來的時候 哇好好吃喔 我趕快 用泥巴圍起來 好這 這個大概三十五天以後 開始變黑 開始會變黑 大概 這是兩代同堂 三代 有滑胞 超愛有 你看 他這個樹幹會脫皮 跟芭樂一樣 所以那個 電視台有來採訪 他說 人家在整部我先的菜櫃 我整個芭樂先的葡萄 因為這些樹葉 你把芭樂下去 拼 你聞是芭樂的味道 芭樂也是會脫皮 好 他是一個長在樹幹上 他是稀有的幹生果 他從 頭部 你看他這頭部就開始生了 一直生到末端 一直往那邊 我就是有一次奇怪 我以為我人那個樹皮他被人家偷摘 怎麼這個到高度下面都不見了 都他吃了 都是這隻母狗吃掉了 結果 那一年他生了幾隻小狗你知道嗎 你們猜猜看 十六隻 好像豬一樣 像豬一樣 狗啊 他生那麼多我看不清楚 到底幾隻齁 我就拿一個盤子 大盤子 一 二 他就又這邊咬回去 他算了半小時算不出來 我一邊抓他也沒有咬回去 現在這邊算幾 有十二隻 有四隻齁 可能兩隻是 拉肚子死掉 兩隻被他壓 因為太多了他 找不到空位齁 又壓死兩隻 所以只有十二隻 就像這樣 怎麼不見了 因為他吃光了 所以 如果有不孕症的 可能可以多吃一點 可是要控制一下 不要一直生五胞胎 那你會照顧不來 沒有他是巴西原產 那巴西聖寶樓那邊 是 平地櫻花 這在我 屏東 一般我們的那個 Sakura 到屏東第一年都還會開 第二年開一半 第三年 差不多要死掉了 走路 所以我在屏東 很早看到櫻花 那這個其實他本身也不是櫻花 那這個其實他本身也不是櫻花 叫鎮羽樹 但鎮羽樹 一般人聽不懂 他每一朵都像蘭花 很漂亮 而且他是一整串從 他都長了 他都開很長 這個就動錯品種 特別 他只有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十的花 百分之九十是葉子 跟我們這個百分之九十花 這個是已經 釣了差不多了 春天來了 他開始要長葉子 他跟另外一樣 都先釣光葉子 才開始開花 而且這只有種大概八年 如果再多種個十年 哇那非常壯觀 有國外的那個圖片 在後面 我們再來看 而且這個樹有一個好處 花開完很快就 綠色的葉子就長出來 就是等差不多夏天 比較熱的時候出來 我們就有樹蔭可以遮蔭 這個是國外的繁榮 開的滿滿的 外來種 是栽培種 就是選 美國人選預購的 我們從美國進 那這個 果樹是黃金果 為什麼叫做黃金果 就是因為他的皮是黃色 又亮亮的 會閃閃發光 像太陽照就會發亮 所以叫黃金果 這個果樹很會長一顆 一年齁 就可以長2500顆 得那個 就是大的 我這個是 他的媽媽齁 一年大概可以長2500顆果實 你一定吃不完 那個樹幹已經差不多 比那個電線乾還大 那我這個大概只有小腿 就長很多了 那這個果皮你給他寫字 大概三分鐘也會氧化 字就浮現出來 可以跟那個樹葡萄 裝在一起 當一個小禮物 那黃金果又出產一個大品種 這個一顆大概有一公斤 來介紹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 又最健康 紅龍果 我這個是草生栽培 基本上 我不噴 這個都沒有噴了農藥 只有 只有 那個夏天大概 九月份 那個草太茂盛 茂盛到 不好走路的時候 我會 噴一點讓它 半死不活這樣 這個就是我朋友的 他通通把所有的草 殺光光了 這個就是水土保持就不好 這樣的 那個水果種起來 也不太健康 因為沒有微生物 因為很多根系要跟微生物 來配合 還有肥料來配合 這個才比較健康一點 那這個 為什麼我說 我很推薦種紅龍果 因為 在屏東 它一年至少生十次到十一次 你看所有的水果 有哪些水果 一年 可以生那麼多 對 三年一年一次 乃姬 圓景 都是一次 你那一次如果說沒有調整 就是說沒有弄處理好 結果率不良 你就要等明年 這個不會 它每15天一次花 每15天你就可以 等於說 它15天它開花 三十天後栽 中間又有一個15天的又開花 再三十天又栽 等於說 你每15天就可以栽一隻果 而且都不用農藥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東方果食銀會去盯它 所以東方果食銀 你如果把它抓起來就ok了 所以我都用那個 幼影 燈 裡面用那個姓菲洛蒙 把所有的公的抓進來 那母的就沒有 去釘就不會 不會生蟲 會怕人嘛 很簡單 可是 台灣人很奇怪 大部分的中紅龍果老 還是在噴藥 它是夜間開花 彈花一現 那大概晚上8點開 到明天早上8點卸 那這個花 也可以摘下來 切碎 可以煮湯 煮蛋花湯 什麼 花也可以吃 那它有很多的那個 植物性的膠質 黃龍果很健康 就是說 它的 那個 營養也豐富 你最好把那個種子 那整顆 切好以後 放到果汁機裡面把它打碎 因為最好的營養是在那個種子 芝麻的那個 一顆一顆像芝麻那個 裡面 你如果整顆這樣吃喔 沒有把它 咬碎 你裡面的營養吸收不起來 這個是 植蕾 旁邊這是 熊蕾 好 再介紹 羅庚梅 這個 它每一次開新葉子都是紅色的 那所以 在七八月份 它換新葉子的時候 有朋友的 他帶他的朋友來看 欸 潘先生你的 楓葉怎麼七八月份再紅 我說這個 不一樣的品種 那它也會結小的果實 黑色的 也是會等黑色的時候 吃很好吃 可是 小鳥都是 在紅的時候 它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 我要吃到很難 那那個 樹葡萄齁 剛剛講的樹葡萄 小鳥很喜歡吃 為什麼 尤其那個白頭翁 有一天我睡午覺的時候 就聽到 那一隻白頭翁在說什麼 就聽到 那一隻白頭翁在說什麼 那一隻白頭翁在說什麼 後來就聽了 後來就聽了 吃幾粒 吃幾粒 他說吃一整天 吃幾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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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一隻 你聽不懂嗎 水幾粒 因為那個樹葡萄齁 你如果不摘 到後面它會在上面 變成葡萄那個酒的味道 發酵 發酵 它會發酵 吃幾粒 水幾粒 吃幾粒 吃幾粒 好 我被它打敗了 好 我就去買那個魚網 到東港那個買魚網 把它覆蓋起來 我想那個洞這麼大 它就進不去了 它翅膀開那麼開 結果安好又 欸它又在裡面 咳咳咳咳咳咳 怎麼回事啊 結果它是 先停在那個網子上面 然後像蕩鞦間這樣 一蕩就進去了 然後我看到 你被我抓到了 你被我圍在裡面你知道 我就要去抓它 欸它看我來 不慌不忙 等我快靠近的時候 它 翅膀一收起來 像充電泡就衝出去了 然後我又被打敗了 後來我就去再買 那更小的那個網 然後它就進不去了 還有一隻比較聰明的 那個有學過數學 他說 這有三幾粒 他說他吃六顆 這有三幾粒 也是北桃給他 那個聖票你就一聽 欸 一個做他吃六顆 一個是 吃幾粒幾粒 這個是 剛剛那個羅庚美 它冬天 整個葉子掉下去以後 春天來的時候 就整個都是紅色 可是 可是 我正好沒有拍到 開春我都比較忙 好 來介紹紅花蜂林木 這個花也很漂亮 但是很可惜它的花期很短 跟我們剛剛講那個平地櫻花差很多 這個大概開了第七天以後 它就開始花瓣就開始掉 大概十天就沒有了 好 那 剛剛那個 拼地櫻花它五十天 不是 這 這的 叫做紅花蜂林木 紅花蜂林木 好 這也是外來種 好 好 那我現在來介紹 我們要怎麼樣來種出好的 水果 第一個 一定要有優良的品種 你 好的品種 要種好的水果就比較輕鬆 好比說 你想種 大顆一點 像剛剛那個黃金果 就有兩個品性 你買大顆的品種 隨便種都比那個小的 你吃了很多回 都還要大顆 大品種 你不思維 差不多 都還比那個 小顆的你給它思維 都 都還會大 而且你看剛剛我介紹說 那個 平地櫻花 有種錯品種的 那個花 只有開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都是葉子 對不對 好 那有好的品種以後 你要 有正確的施肥管理 我們 很多 農民都 就是說 不曉得肥料有三要素 蛋、靈、甲 好 那老一輩的 他們就是說 都是瘤酸 阿 柳桑胺 什麼 灰福啊 那一類的 那以前 沒有複合肥料 都要自己去調配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個人是鼓勵說 我們不要自己去調配 我們讓肥料的專家 幫我們配好 我們直接跟他買 你要什麼成分的配方 直接跟他買就好 他們有經過 計算過 好 就是有標準 定標準過 好 那我們自己攪拌都 不標準 那所以我們 我個人 我都希望 買大廠牌的 好 不要自己假的 自己去做肥料 很辛苦 而且效果又沒有 直接買得好 那鼓勵就是 要買 有機肥料 那 很多人會弄錯 有機質肥料 跟有機肥料 是不一樣 有機肥料 是要大部分 都是天然的東西 那有機質 只是化學肥料 放了一些有機的 像 那個巨木屑 稻殼 或者是 一些 牛糞 那些 放在一起 他只是有 殘雜一些 有機質的東西 但是他原來的底 是化學肥料 所以你要去看 他的肥料的 那個包裝說明 蛋零甲 三個加起來 如果超過10 那就不是有機肥料 你蛋零甲 比如說322 蛋3 然後02 甲2 再加起來多少 才7嘛 沒有超過10 這個 就是 比較標準 那如果有時候 我們去買那個 這個 台肥43號 第一個 蛋就15了 零也15 吃也15 加起來45 這個你如果 不知道 你拿一把 給一棵樹下去 那棵樹 可能會 鹹死 所以 鼓勵 你要先試驗 不懂的話先試驗 少量多餐 OK 好 那 施肥管理 這個要看你哪一種作物啊 好比說 像我樹浦桃 要讓它開發 第一個就是 之前施肥的時候 就蛋盡量少放 鱗甲要多一點 因為鱗甲是促進開發結果 那蛋肥是促進枝葉生長的 然後控制水分 讓它喝不到水 它會緊張 我們騙它 說你快要被乾死了 你要趕快開發結果 傳宗接代 它花就來了 好 像九重格 卡珠拉 種在那個 道路旁邊 沒有人去澆水 花開了很多 種在門口的 每天給它澆水 哇 枝葉茂盛花不來 所以水分控制 就是也是在 控制它的花 而且 但是喔 有一點要注意 花包一來 水分就要正常給它喝囉 不然它會生裡落花落果 那花開了以後 水分適當的給它 不要太多 那果實會比較結實 也會比較甜 會比較小顆一點 但是好吃 為什麼冬天的蓮霧 咬起來比較硬 比較硬 比較硬 切切 冬天的蓮霧是很好吃 這跟 水分關係 就這三樣 我們要搭配好一點 好 那碰到你 大顆的僑木 要怎麼移植 我們有這些工具 好 基本上 是先 這是最 一般的啦 四方 四方圓圓圓的 通通把它挖起來 留中間 那一段 暫時不動 但是如果樹很大 你要用那個 木頭撐一下 不然風吹它會倒掉 好 這個也是 這是 先 切一半而已 這個 像 剛剛那個平地櫻花 它很會喝水 所以要留一根吸管 到外面去吸水 好 要留一條根啦 不是吸管 因為它葉子太多 你 如果光靠這一個土球 一下子這個土球被它吸乾掉 所以留一根 好 吸管好了 到外面去喝水 要不然你就要自動灌溉系統的 滴灌系統 補助這個土球 因為它原來生到很外面在喝水的 都被你切斷了 所以你要這個土球要保持有濕度 不然會乾死掉 這個也一樣 有自動灌溉經過 這個是 挖好了 準備要出貨 好 要 這也是這另外一種包裝方式 因為 你那個土球不能破掉 破掉的存落率 就降低很多 這個也一樣 這個大 大叔胖輝島 用 跟柱子把它撐住 這個 這個是 同行的來跟我買的時候 他沒有種過這種樹 他怕會死 他說你一定要先斷根以後 有長新葉子 他才要買 好 新葉子長出來了 好 才出貨 好 來釣出去這樣 這個也是樹不到 整棵要移出去 好 來介紹自動灌溉 以色列他們缺水 所以他們都用電腦自動控制 來控制水分 來控制水分 不要浪費水 好 那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用24小時的那個 定時器 然後 他每一格 就是噴15分鐘 有時候太 太多了 我們還要再加一個 分流的 這個可以控制 從1分鐘到30分鐘 你如果大顆數就給他 20分鐘 點滴 一罐 那小顆數我們可以3-5分鐘都可以 這個是傳統類比式的 那個這個就是電腦數位式的 這以色列的 這個是以色列的 汽車 這一個很好用 這一個很好用 我很推薦這一個 因為 很好控制 很好學 很好教 很多人 我教一教他 他就會 那以色列他 自動灌溉 還包括他出產一些 小东西 刚刚这个滴灌系统 它可以定 你的植物 比如一公尺一棵 或者两公尺一棵 你跟它定够 它可以算那个距离制造给你 除了滴灌 以色列发明那个微喷灌 这么小 如果说你那个树是桥木 那个灌木 就用这个小棵的就好 那中桥木 这个刚刚这个是喷出来的距离 直径大概60公分 这个喷出来的直径大概6公尺 这个桥木就可以用了 如果大面积的这个可以喷直径15米 而且出水量还可以调整 它这个有颜色 有紫色有绿色 那喷的那个流量不一样 出水量不一样 像这个绿色的 一个小子它可以喷出200公升 但是之前 在以色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台湾出了问题 就是 我们台湾很多昆虫 尤其有种蜘蛛 它看这个会动 它以为它是猎物 等你不动了之后 它就跑来 用网子 蜘蛛网把你绑住 等你喷的时候 哇 喷不出去 有喷出去 它是喷两个点而已 它本来是会旋转的 两到 哇 变成只有喷两点 两点做水灾 其他做旱灾 所以我们跟它反映了 它就做了一个防虫型的 水壓来的时候它浮起来 喷喷喷喷 好 这两个都是防虫型 这两个就没有防虫 好 那 我们有一些植物 要去嫁接 来改良品种 好比说芒果 芒果大概更新最 最多最快的 最早脱蟹的 改 改什么 埃文 后有什么 金香 黑香 一堆哈 台南那边预警那边最多 新化那边 好,那这个 现在嫁接 已经很快,很容易 你看这个只接一点点 这叫切接 就把这一部分切一点点 把它粘上去 那现在有这种石辣椒模 这个延展性很好 而且你直接 把它绕一绕 绕好了以后 就不用再 盖什么东西 它有防水的作用 就是 你如果水分进去 水是 对植物来讲是绝缘体 两个不同的品种 你如果这里有水分进去 那就 效果就不好 你看这整个包姐的水进不去 然后你都不要管它 它它自己 牙会把它涂出来 不用去把它解开 所以这个石辣椒模很方便 这是日本人 制造的 那么 这个是石辣椒模 变色了 变黑了 为什么还要再加这个电器胶布 这个电器胶布 因为 石辣椒模那个 韧心还不够 那个芒果 唉 生长速度很快 一下子会 长好几尺 风一来 如果光这个会被它拉断掉 所以我们要用胶布把它保护起来 这个是我把胶布已经切开 让你看到它接的 样子 这个也是 一个没有切 一个切开 好 那 接完以后 如果这个 原来的 原生的这个地方 又有长这个 小芽的时候 你要把它去除掉 让整个养物 交到我们 所要的新的品种上去 好 我们来看我那边的原景 我这边就种 三月 那个平地樱花 还有那个楼庚莓 这个楼庚莓 这新的叶子都是红色的 我那个原子正好在 屏東平田的 差不多中心点 就是离南北大午山 大概十一二公里 离东港海岸 也大概十一二公里 这个是夏天 整个 櫻花树林 是单棵树 好 来看 这个 原来我接字接好了 哇长这么长 结果 有那个 天佑的幼虫 去把它吃掉 就是这个它的 被它吃坏掉 很可惜 对 这都 心都要吃掉 这个 这个叫浮寿龙 这 福寿雷 这危害台湾农业 二三十年了 很难监制 因为它 圣诞速度太快了 这个就是以前 台湾人 说法国的褂肉 很好吃 把它当做法国的褂肉 结果 结果不晓得 我们台湾人的嘴太利了 说吃这个不好吃 就弃痒 到处丢 它房子又快 这 一个一个 这个都是啊 这个就是我们海关没有管理好 让他们走私进来 低批的人有赚到钱 后来的人都亏本 因为没有人家买 那 你看 日本去年311大地震 那个 核灾发生的时候 还有美军的眷属 还有他们一些官员 从日本撤退 到 陶渊国际机场 那 AIT的官员 就宣布 停止签证的业务 所有的人跑到机场来 迎接他们 美国公民 美国人来 他自己 设海关 那中华民国的海关 靠边站 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 你有国家主权的 才可以设海关 来管制 人员的进出 结果 美国人可以大摇大摆自己设海关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他要 接他们的 这些主人回来 欸很奇怪 不去究竟跑去关岛或者是 夏威夷怎么跑到台湾来 这个 对 台湾人应该要从这里了解到台湾的地位 这些是美国军事占领中 只是美国又委托蒋介石来代理占领 这个是受到病虫害 这个虫很小只 每一只都动 像蚂蚁那么小 动小小的 可是不要小干他 他可以把我这一棵大棵树的 拼地樱蛙把它吃死掉 啊这个是天牛 新典天牛的幼虫 这个吃就很快 哇他很大一只 这是很 很大的虫害 这个也是虫害 这是绿虫 切糖 你看把这个叶子都吃掉了 我也想说 种一些没有荣耀的 那个隔壁材来吃 隔壁材来吃 隔壁材来吃 没那么简单 我才种十几棵 每天早上要去看有没有绿虫 在吃叶子 你稍微不剩一 几 几条虫没有抓到就给你吃这样 对对 白那个 白花蝶 alluded to the trata 我 попад的 然否刺 还有 还有 黄花蝶都有 都是绿虫 所以 這是值得 這是一隻蟲 保護色的 欸很奇怪啦 樹葡萄 它就會有這種東西 跟它長了一模一樣的顏色 好 這個就是 剛剛把我那個 吃的 這是其中一種 不曉得哪一 這個是可能新品種的那個田鳥 好小隻 好小隻喔 有沒有 真的 它就這樣吃 一直吃進去 你如果沒有給它打這個打藥 這個我把它煮吃 把它撐吧 針筒就好 再撐一下 長得翠綠的 那這個是 季鴻 春巷 這個他們在開會啦 他們說欸 哪一顆喔 我們下午去吃哪一顆 比較好吃 好 這是主席吧 宣佈三位 都往外走了 說好欸 沒有 我沒有擦牠 沒有 我沒有擦牠 藥 是不是 一定藥 天底 這個因為我不是昆蟲系的 我不曉得 因為我那邊都放任啦 骨仔粒啦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來 蛇啦 老鼠啦 因為我那邊不噴藥 因為我那邊不噴藥 那這個 八八風災之前 我就要做房台準備 我怕這個外置型一定會從這邊裂開 從這個裂開 你看我都綁得好 可是天不從人緣 從這邊斷掉了 不曉得我咧 這個打寶輪球 全倒 這個 整個手裡那個 鞭不倒也沒有 手裡的都把你掃掉掉掉 這個風要有夠大才有辦法把椰子樹推倒 這個八八風災真的厲害 這是隔壁的 倒到我這邊來 這邊算我的 還蠻好喝的 後來就大謝八塊 請釣車來 把它弄起來齁 要花大概七八千 那些果實賣不到五百塊 發不來 所以就大謝八塊 這個就是八八風災的 戰果 那這個 剛剛天災這個人禍 這個我們在都市 行到 經常會看到 很奇怪 這種事情我從 三十年前發現 到現在沒有改進 這個 那個養工處 或者是什麼公園管理處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教育 或者是他們那些 都沒有做過教育 這基本常識你要留空隙 讓它水可以 滲透下去 或者讓 樹根呼吸 這很簡單的常識 竟然 好 這個 真的 雄心嗎 好 看一眼去 這是 長在樹上的西瓜 花 好 樹西瓜 剛剛那個樹葡萄 這個是炮彈連路 現在已經發展到飛彈連路了 好 這個因為我那邊有很多野生動物 他這是我的公療 我知道我 他早晚會來找我 所以我就設那個連署板在那邊等他 還好有抓到 我今天可能沒有在這裡 這個很毒啊 他是走神經毒 你被他咬到 只會想睡覺 睡覺就不起來了 雨傘節 這個也是啊 我在 自動乾乾 我說欸比較乾喔 那用手動再開一次好不好 欸怎麼門打不開 有一條蛇卡在這裡 好 不知道 這隻也很長 這隻我養的啊 我那邊有很多老鼠啊 我那邊有很多老鼠啊 他吃我的老鼠會長很大 好 這個大黃蜂的窩 把它抓下來 我都是被釘到了以後才知道 喔這裡有做蜂窩 因為我侵入他的地盤 他的窩都像那個斗 這裡有一個斗頭蜂窩 在這裡 拍的沒有很清楚 那 我剛開始 喔怎麼有一隻 這麼大的鳥停在那裡 注意看欸怎麼有一 蜜蜂跑出來 很大一隻 啊糟糕是斗頭蜂 那個頂其人 齁我就打電話給消防隊 消防隊就來了 我說有斗頭蜂窩 不可能啊你們這裡怎麼會有斗頭蜂窩 應該是 大黃蜂 就叫我帶他去看 他們兩個就滑鬆滑鬆 輕輕鬆 在哪裡 他一看到兩個往後就跑了 怎麼怎麼樣 好香耶 會怎麼樣 定吃人 我說你不是說不吃 然後他們兩個就靠在那個車子上 不知道怎麼 欸我說幫忙處理一下 潘先生不好意思啊 我沒有帶裝備來啊 你看這麼輕敵啊 我已經跟他講說虎頭蜂 他說那我們明天再來好不好 帶裝備來 我說好 隔天就打電話 他說我們有出任務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去 我說不用了 我自己處理 我自己去把它弄下來 我就用這個刀菜都 裝得很長啊 光裝個鐮刀 像把那個 什麼北白川功能久清完這樣 給他割下來 割了第三次才 割下來 喔那個 真的 人家流汗乾 會緊張啊 哇 我會試給 我會有錢給媽 好不容易把它弄下來 你看 這都是幼蟲 你看虎頭會定死人 我那邊有很多各式各樣 這 他也吃了一個 東西 這都是外來種的 蜥蜴 這也不知道什麼動物 沒看過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那邊有很多那個 鑑鴨 博老 現在這個一隻八千塊 因為那個 博老 紅村那邊 有人家的冰箱被炒後 放了十隻 的那個 博老鳥 罰八萬塊 所以一隻八千 好 這個 全台灣只有 我們那邊有這個標誌 交通號誌 因為我們那邊是 跳傘練習場 是那個空 空間的空降部隊 跳傘的地方 這樣 不要被他打到 沒有在操縱 龍泉的隔壁 大概 我們 潮州的隔壁 就有那個內補 龍泉 你說龍泉那個是 啊這個是 蜆蜍啦 他要過冬 他要準備 把自己蓋起來 好 正好被我看到 我把它拍下來 蜆蜍 這隻狗 被剛剛那隻 我抓那個 那個蛇 吃了三分之一 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 那天亮 他知道我要來了 他就徒還給我 吃不下去太大隻了 沒有毒 是 他都麻掉了 那個血液不流通了 那個腿壞掉了 這個兇手還沒有抓到 不曉得是誰來農 這個應該 熊 那 我們 民政府是希望推廣 我們盡量用有機的農作方式 來耕作 來生產健康的食品 讓我們大家吃的健康 不是噴了很多農藥 大家吃一吃 來住院 那你在做農物的勞動的時候 你可以流汗 增加我們的代謝 把一些不好的排出體外 現在的人都是都市病 不流汗 積了很多毒素在身上 那你用有機農作 不要去噴藥 自己也不會吸到藥 也不會吃到 那個水 那個 我們的所有農產品 的那個農藥殘留 這些有機的東西 是最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 吃得比較健康 好 我們民政府要重新建立 我們政府公 公務人員的這個 信用微信 這個警察 日本時代是說 警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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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來兵警察 過一段時間兵警察了 再來兵警察 現在說 都合法配請的羅門 你看 這樣扁了好幾層下來 我們這個微信要重新建立 還有我們要有新的理番政策 1949年來的那批人 我們要給他當人看 這些班人 外來的班人 我們要好好給他教育 重新給他們教育 教育不好的 合格不合格的送金馬 送到金馬去 這些 三流的國家的人 要來管理我們一流的台灣 日本台灣 一定會發生事件 好 我們來探討這個 這次1月14號的選舉 我們本土台灣人 去參加這個選舉 有什麼意涵 好 當你 當我們 拿了 中華民國的這個身份證 去到投票所 去領那張票 就代表 你承認你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 簡稱中國人 好 我們本土台灣人 你拿這張票 身份證去領 你就已經自我承認 我是中國人 我來領請你的票 在自由意識下 投票 這一次 689萬票 選了一個 馬英九 繼續來統治我們 這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自己 決定的 好 自己選的 為什麼要讓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繼續 維繫他的生命 好 對不對 從一開始拿這個去 就等於我們認輸了 你再怎麼選 都是中華民國流亡總統 不是台灣總統 李登輝也不是台灣總統 陳水扁也不是台灣總統 他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的總統 那 選前蔡英文踩到 哪一條美國紅線 秘書長 前天有說過了 李登輝總統他說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這個還比較清楚 好 可是到阿扁的時候 他修改民進黨黨 台灣是一個主權 台灣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就差不多等於台灣 等於中華民國 好 這個也是踩到美國紅線 那蔡英文 去美國 剛開始講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但是10月11號 在高雄勞工公園 演講的時候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台灣政權 啊糟糕啦 這個戰爭法的鐵則 占領不得已轉主權嘛 你雖然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來 代理美軍 來占領台灣 可是台灣這塊土地 沒有過戶給你 這塊土地 他是日本天皇的 而且你流亡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要的話 你要回到你 中國的南京去 所以他查到這條紅線 台灣是我 美國 使了那麼多美軍 那麼多戰艦 沉下去 那麼多飛機 掉到 掉下來 好 台灣是 等於是美國的抵押品 日本的債還沒有還清 好 那我們以琉球為例 琉球在1969年 是日本政府跟 尼克森政府 談判 他說我日本要花多少代價 你才肯把琉球還給我 美國開3億2千萬美金 好 日本政府就給他這筆錢 簽訂琉球返還協定 在1972年 整個把琉球交還給日本 那麼當然裡面還有簽一些密約 對齁 就是 把那個就 讓民主黨去講齁 好 那為什麼美國要幫馬英九助選呢 在選前 然後 蔡英文講的那些話 美國看有動作 他派了一些 退休的美國的高官 一批一批來訪問 然後 又 報道格在選前 大概10天齁 又來講說 有九合共識 對不對 那因為就是 那個時候 你第一個 你 蔡英文踩到美國紅線 而且那段時間 正好是 伊朗 發展核武 很緊張的狀況 他 揚言要封著 和睦之海峽 而且又碰到 金正日 過世 有很多可能會引爆的點 所以美國希望台海要安全 安穩 他需要一個 他比較能夠掌控的人 民主正好是 美國很容易掌控的人 他有一些 把柄在美國手上 他如果違背了美國的利益 美國政府可以隨時出手 所以 他是中共跟美國 比較可以接受的人選 好 那麼台灣號稱是 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麥克阿瑟說的 但是 我們台灣人 現在 有一個氣氛好像在反美 我認為這個不恰當 既然我們是被佔領 依照國際戰爭法 我們是要順從 但是我們 希望美國是要有 依人權的待遇來 來管理我們台灣人 而不是派一個 不負責任的 那個 蔣介石 延續下來的這個 政府來管我們 我們 看看現在馬英九他是連共治台 那我們為什麼不連美日來 治這個馬英九 治中共 我們就是 台灣 台語 有水人 沒水命 啊 我們這個米荔倒 也沒水命 太好了 太漂亮了 大家都搶著要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日本 日本也是 拿手 有個被美國老大哥 硬叫他吐出來 好 可是美國又搶些吃呢 也吃不下了 那我們應該是 聯合美國 目前 我們最需要跟美國來配合 好 現在美國知道我們 好 一步一步怎麼做 好 從之前 成立 台灣民政 政府的那個 華盛頓DC的辦事處 好 一直到現在 好 我們繼續在 配合美國在做 好 很多人都講說 哇 中共現在武力多強多強 有航空母艦 這個 連一個 航空母艦的攔截 鋼手都做不出來的國家 他會有多強 好 這是笑話一撞 這棵樹 成大那棵榮樹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們經常看 之前我很喜歡 還沒有接觸到民政文 這個法理論述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大法新聞 還有陶吉來開槓 可是這幾年來 我就不想看了 為什麼 我發現他們所講的 你把它比喻說 這棵樹 樹根很紮實 砸在台灣的地上 這個長得很茂盛 這個就像國民黨 可是 戰利新聞那些名嘴 或者是陶吉開槓的名嘴 他們都只是 就是 在獻球 就是在砍樹梢而已 不太痛癢 都是講一些民生問題 他沒有 沒有在談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將來要怎麼走 所以你樹梢再怎麼砍 都不傷他 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法理論是 是在挖斷他的根 準備讓他滅亡 我們要準備取而代之 台灣福爾摩沙 這麼美麗的地方 漂不漂亮 我們要不要愛他 我們要不要愛他 好好愛他 但是很可惜 我們都經常做人家的 反攻基地 正成功來我們是 反清負民的基地 蔣介石來我們是 反攻大陸的基地 日本來的時候 我們是南進的基地 我們都在做人家的基地 你看好喔 這個就是九棚 飛彈發射基地 遮煙的很好 不要跟你說 你可能看不見 這個就是發射基地 飛彈基地 我們都在做人家的基地 搞不好以後也是美國的基地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們需要四千個人 我們來自治 自己管自己 不要流亡中華民國 三流的體制 來管我們 這些有水準的日本台灣人 讓我們這個舞陽 在全台灣到處飄洋 謝謝各位 謝謝 起立 走 有一個可以嗎 來自治 我能幫忙嗎 我們來自治